啊 我有话要说 不要不要不要 你不要跟我说 听我的听我的 对的 您有意见要发表吗 让我们一起进行大家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德州中文台 在今天我们在这里 带给听众朋友的大家谈 我是胡美健 再次的为朋友们 邀请菲菲参加我们的节目 要和菲菲再次的 在节目当中 大家都熟悉 她在Medicare方面 联邦医疗保险的 这个这个丰厚的经验 这个是还有呢 是杂实的这个知识了解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 借由菲菲在这一方面的涉猎 这一方面的讯息 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让大家都能够了解 都能够得到你应有的帮助 这是我们的福利 是我们的权利 这个是你尽了你的义务之后 你可以你应当可以享有的福利 跟权利 所以我们希望朋友们都不要错失 来我们先欢迎菲菲 哈喽菲菲你好 欢迎参加今天的节目 早安每天早 大家早安 欢迎菲菲参加今天的节目 那么现在都已经到了 这个到马上 八月底已经到了 这个翻过去到这个下个礼拜 我们就进入九月份了 距离这个联邦医疗保险的 我们每一次就说十月份 这个是重要时间就要展开了 所以我想我们一开始 因为讲到了联邦医疗保险 我想菲菲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面 这个主题上面 来回讲了许多许多许多 那么既然新的一个季度要展开 先把一些重要的时间点 好不好 先在一开始带给大家吧 是 没问题 首先我想就是还没十月份之前 九月份也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已经有加入计划的人的话 你在九月份你会收到一个 叫做那个Annual Notice of Change 我们通常叫做ANOC 这个的话 它是会告诉你 你的计划在明年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通常你拿到这个表格的时候 它的这份资料 它有一边就是写那个2024年 另外一边写2025年 那你们一定要非常注意的去看这份表格 因为你们的计划明年 你们的药是不是有在里面 还是说这个付费变了 全部都会写在上面 所以九月份是非常重要的 十月份加入期 十月十五到十二月七号 这个是年度开放期 这个年度开放期 最主要是给已经在第一的计划 跟第一的计划的人 在这个期间做一个改变 如果你有想改计划的话 要特别提醒 明年的药计划改变非常的大 以前拿那个Medicare supplement的人 通常会拿一个单独处方药的计划 你们通常会认为说 你们都不需要做什么 但是今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年 因为明年的药的计划 我猜想就是 因为那个按照一个趋势 我们最近上的课 我猜想每个药的计划的月费 会增加非常的多 OK 那你们是不是要继续用 现在这个计划 还有就是药的网路 是非常重要 如果药没有包含在里面 那你就算拿到一个非常好的计划 这个计划对你来讲 都没有太大的帮助 所以在这十月十五到十二月七号 非常的重要 十月一号到十月十四号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让你们知道 明年计划是什么样子了 所以在这个十月一号到十月十四号 如果你们有想知道 明年计划的内容 这段时间我们都可以让你知道了 再来的话 那个一月一号到三月三十一号 是那个一般注册期 也就是说 他这段时间是给 那个忘了加入A 还是忘了加入B 但是他已经是可以加入的 他可以利用这段时间 把他的A跟B 再跟他补齐 OK 那你如果补齐的 在你这段时间补齐的人的话 你会有一个特别打开提 让你可以去选计划 这是一月一号到三月三十一号 另外在那一月一号到三月三十一号 他是一个给你那个已经加入西域的计划的人 如果真的对自己的计划不满意的话 在这段时间你可以改 你可以改计划 但是你最多只能改一次 这也是你们要注意的事 另外的话 还有一个叫特别打开提 这个是给有特殊原因的人 比如说他在工作 然后他现在没有要用公司的保险 或是说搬家从外州搬到我们这一州 或者是有些人 他突然拿到了那个extra help的资格 就是要的补助的资格 还是说他拿到了那个白卡的资格 那他就符合一个特别打开提 他可以更改计划 或者是你要加入五颗新的计划 那你有一个特别打开提 还是有些人的慢性病 有这个像那个心血管的疾病 或是糖尿病 有些比较特别的计划 是那个专门给这些人加入的 那你可以利用这个特别打开提 去加入这样的一个计划 但是你通常加入这种计划的时候 保险公司会跟你的医生联系 他会去看看你 是不是有真的这样的一个事实 这样子 OK 好 所以呢 在这里的话 这个特别打开提 或者是说 我们说在十月份开始的 这个转换计划 新计划选择审视 来看一下旧的计划 是不是有任何改变 自己的身体的健康 医疗方面 需求方面 有没有一些调整 那么都在这一个时间 可以做一些调整 可以做一个选择 但我想问一下 这也是 我想菲菲也听过很多朋友问 我现在在十月份 我选择的这一个计划 明年的一月份开始使用了 可是明年的四月份 我的身体或者我的健康 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改变 我需要的特别的治疗 或者医生 或者那一个药物 或者一些 不在我现在 在去年选择的计划里边 我有没有机会可以转换 我觉得你有可能有机会 你也有可能没有机会 比如说 你要改到那个五颗心的计划 那你就有机会 那或是说 你是有白卡的人 或是你是有药补助的人的话 那你那个时候 你还是有那个特别打开期 那你可以去更改计划 可是你如果说 你今天你只有一个红蓝卡 然后你现在加入C的计划 是一个HMO还是PPO的计划 你如果得到一个慢性病 你可能有机会 可以改到慢性病的计划 但是就是说 所以这也就是非常重要 为什么在这十月十五 到十二月七号的时候 选择计划的时候 就是比较希望 你们用一个比较客观 就是要记得 你的医疗保险 最主要的福利 最重要的还是在医疗 医疗的部分 有些人有时候 太重视了那些额外的福利 结果忘了就是说 他加入的一个网 是非常有限制的 是一个很小的网 那你可能到时候 可能你会面对 就像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 另外的话 如果你加入的网 是一个很小的网 在那时候发生了这样的事的话 我会觉得 你还是打电话来 跟我们商量一下 或许我们可以帮你想想 用另外一个方式 然后你或许还是一样 可以去看你要看的医生 那药的部分的话 如果说那时候你的药 没有在网内的话 你可能要找coupon买 或是说你要是没办法改计划 那是不是可以用这个coupon去买 或是怎么样 这也不一定 所以我是觉得最好就是说 在真正没有办法的时候 就跟我们联系一下 我们帮你想办法 因为我们有时候可能 我们知道的 那会比你知道的 那还要多 那我们可以给你一些建议 看你可以怎么做 这样子 OK 好 好的 谢谢菲菲的分析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想我们因为 我想朋友们都知道 联邦医疗保险 Medicare 提供的是医疗保险 越年轻的朋友们 当然小小朋友 小baby 那个是需要很多的 在健康方面 或者是说医疗方面的照顾 毕竟他们还是小baby 那么中间到了初中高中以后呢 大概之后呢 大概大伙都可以 比较自豪的讲说 我很少生病 我不看医生 我不用吃药 我体健如牛 然后有人说 我是铜墙铁壁 这金钟罩铁布山 就在我身上 所以都不担心 医疗医保不是那么重要 没有那么挂在心上 挂在心上的是 房子的钱 这个房贷 孩子的学贷 这个股票的基金 这些会比较担心的 但是呢 年纪越大 我们就知道 在我们的医疗保险方面 其实越大越需要 越重视 那么今天呢 我就想请 菲菲在接下来 能不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 来谈一下 到底联邦医疗保险 它当然这是我们的 一个权利 因为我们已经 尽了义务 所以这是政府给 我们的一个 一个是我们的权利 也是一个 我们影响的 一个福利 那么到底 联邦医疗保险 它的重要性 或者是说 怎么样来看它 对我们在 尤其是长辈们 年长的 这个朋友们 它的帮助在哪里 它的重要性 是怎么看 联邦医疗保险 如果在我个人 来讲的话 我觉得它比 那个奥巴马Care 还要好 它比我们自己 拿的那个 个人的保险 还要好 因为它是 那个全国性的 就是说 当你拿到 那个传统联邦医保 的时候 就是A和B的 这张卡的时候 是全国 你都可以看病的 就是你在整个美国 你都可以看病 那它当然是有 它那个不足的地方 就是说 它A的部分 它只给你包了 就是说 你这辈子 它只帮你保了 那个150天 然后在B的部分的话 B的部分 它又要你付一个 Deductible 之后 你自己要付20% 可是你如果今天 你要是拿一个 辅助计划 拿一个 那个补奉的 这个20%的 联邦医疗辅助计划 Plan G的话 那你就是 全美国你都可以看病 之外你就是说 你付了月费之后 你真正要是生病 你只要用 宏南卡的网络的话 你只需要付 240块 今年 就是那个 帕B的 Deductible 因为你的 这一个 那个Plan G 已经全部帮你付了 然后你还要再加上 一个处方药的计划 我 我个人认为 这是一个 最完美 就是 讲起来 我觉得它已经是 最好最好的计划了 OK 你要是走这边的话 但是 那个非常可惜 就是说 我们真正走这边的人 在我的客人来讲 就只有大概 20%的人 是走这一边 就是说 拿着一个 红南卡之后 加一个补缝的计划 再拿一个 单独处方药的计划 那有80% 我的客人 大部分都是走 C的计划 也就是那个 Medicare Advantage Medicare Advantage的话 它又分这个 HMO跟PPO 在休斯顿的范围 大部分就是 这两个计划 然后 有白卡的人 我们就叫它是 那个双重资格的人的话 它有红南卡 再加一个白卡 那它加入的计划 就是说 给特殊的人 用的计划 那它这种计划 是要有两张卡 才能加入的计划 它这个计划的话 就又不一样了 那我们来讲 就是那个一般人拿的 这个HMO跟PPO 这两个计划 其实你如果是跟 那个奥巴马卡 的计划 就是说 跟那个一般 65岁以下的人计划 来比的话 我觉得它还是很好的 因为 你如果说 你今天拿着奥巴马卡 你不是收入很低的话 你其实月费 也付得相当高的 就是说 那因为你拿不到 那个政府的补助 去帮你付月费 所以你可能付的计划 也付了那个三四百块 如果全家 你有可能付很多钱 然后你有很高的 就是你去看病的时候 有个两千块deductible 三千块deductible 像这个奥巴马卡 是很容易有 这样子的事情 而且就是 它的那个 maximum out of pocket 就是全年支付最高上限 通常都是标在 蛮高的一个额度 那我们讲说 这个Medicare 你就是拿新的计划 如果今天是跟年轻人 就是跟拿着奥巴马卡 的人来比的话 我觉得 我觉得它的计划 还是让我比较羡慕的 就是说 你就算拿着HMO PPO 还是非常好的 因为你通常 看病的时候 是没有deductible的 就是你看病 就是 也就是说 你看病的时候 通常你不会有deductible 你的药的地方 可能会有deductible 但是那个 大部分的计划 我了解的计划 看病就是 马上用co-pay 然后或是说 它马上用那个 co-insurance 那个co-pay 是一个 叫做那个定额付费 定额付费 比如说 你付的10块20 30 这个叫co-pay 那那co-insurance 的话是百分比 百分比 比如说 去做化疗 就付10% 然后或是说 你买一个 那个轮衣拐杖 这些东西 买这医疗器材 你付这10% 或是20% 大部分 看病都是用co-pay 就是一个 那个固定的 这个定额付费 比如说 你去住医院 他会给你说 你付这个几百块 然后或是说 算次的 你付那个几百 所以我觉得 还是 这个计划 还是很好的 你不是说 那你加入了 这个medicare advantage 就不好了 因为 要看你自己的需求 比如说 你都住休斯顿 你从来不到外周去 你也从来 不会自己上网 去找网络 你连电脑都不会用 所以是说 也不是说 很多人都是这样啊 大会听到 在讲说 哎呦 讲的就是我吗 不是不是 就是说 你也没有在用 电脑的习惯 那你这手机 你也不大会操作 而且这网络的东西 对你来说 有点说 就是 哎呀 就是 有点麻烦 那你自己搞 你又很费心费力 你通常 都是听 嘉宾医生的话 他让你去哪看 你就去哪看 那我觉得 你在选计划的时候 你就抓重点就好了 你就 也就是说 你让我们知道 你的需求 但是你如果有一些 那个特殊的 这个医院 还是说 你有一些 那个特殊的医生 你一定要有 可是你又不想要 拿这个Medicare 那个supplement 那个每个月 要付这么多钱 你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那我就要建议你 就是每年的十月份 你一定要做功课 你一定要知道 就是说 哎 我这个医生 那个去年 有在我网里 那我明年 他还在不在 这样 那当然 那个比较保险 就是说 拿一个PPO的计划 万一不在 我还是能去看 可是我知道 就是说 我们通常 虽然说 我们是这么的说法 就是说 哦PPO的计划 那我这网内也能看 网外也能看 可是要记得 就是PPO 你在用网外的时候 有很多时候 它的百分比 的这个数位 是蛮高的 你有可能要付到 40% 那你如果要付到 40% 那我客人 那又舍不得了 就是说 他去看网内的 那个 Junker医生 比如说 他只要付 那个30块 或是这40块 那就可以了 可是 他如果要付 40% 那他可能 就要付到 比如说 那200块的话 那是不是 就要付到80块 就要付的 比较多 哦 所以 所以就是说 你可以拿一个PPO 但是就是说 你舍不舍得 去花那么多钱 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还是建议你 在这10月 10月到这12月份的 这个Open Enrollment的时间 一定要做功课 去看一下 你的医生 是不是还在里面 哦 然后就是 那你这样 那你用这个计划 你就会 用的也是 非常的开心 那我可以 也让你们知道 你们要怎么样 去使用你的福利 就是说 有时候是 那个预防 那个生育治疗 所以就是 每一年拿到 你的计划 那个政府 其实都有给你 可以去做一些 免费的检查 你要去使用 他的这一些 免费的这一些 那个预防 护理的这些服务 再来就是 你要去使用 他的医疗网 记得 用他这网里面的 你就会比较便宜 然后还要记得 就是你要去询问一下 就是护肠药啊 或是比较 那个低等层的药 有时候你的医生 开给你的药 可能是一个 比较贵的药 那你可以打电话 来跟我们询问 你们这一类的药 还有哪些药 那我们可以把 这些药名给你 然后我们会提醒你 去跟你的医生 问问看 这些药 适不适合你 那你就可以拿 比较便宜的药 还有另外一点 要记得 就是说 用优惠药店 去买药 有时候 你的药会便宜很多 有时候你的药 就是说 你到 比如说 你到那个 ABC药局那去买 还是到那个CVS 还是Walkerlin去买 价钱可能会不一样 但是有些保险公司 它的价钱是一模一样的 你到任何一家买 价钱都一样 可是有些保险公司会说 你如果有够的药 我就会给你比较便宜 但是你如果不是有够 你一定要去店家买 你就会用的比较贵 所以有时候这些东西 你要能了解的话 我觉得 那个福利都是 真的不错 我觉得就是会比 那个65岁以下的人的福利好 在我来看的话 但是你如果说 是65岁以下 如果又是低收入 那你可能用的计划的 那个全年支付最高上限 当然就比这个Medicare低 可是我觉得这些人 那个毕竟是少数嘛 这样子 OK 所以呢 朋友们 这个听到菲菲的 这个分析的话 我想大家对于 我们的这一个联邦医疗保险 这个比较 这是我们就要说 外行是看热闹 这个内行才看门道 才知道里边的这个重点 那真的 这个外行我们就是看热闹 看的热闹 哦 换保险了 哦 有这个福利了 哎呀 有那个出来了 哎呀 这个改变了 哎呀 哎呀 保费又增加了 哎 你小心啊 终身罚款啊 终身罚款啊 好 外行都在看热闹 这个内行呢 就像刚才 菲菲的这一个 比较这个 真的是很中肯的分析 内行才真的知道 这个重要 它的重点是怎么看的 所以我们非常感激啊 谢谢菲菲 在这里为大家做的分析 那么新的这个 十月份就要展开了 新的一个季度 一个转换期 菲菲是否也有一个安排 这个可以提供给我们的朋友们 可以参加一些 像是你安排的座谈会 讨论会 可以回答大家的问题 也在现场 可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 我在那个十月初 那个十月一号 到这十月十四号的时间 都欢迎你们 可以多注意一下 我会有很多的讲座 在这段时间里面 有一些是供 我救的客人 让他们可以回来 然后了解一下 他们自己的计划 有什么变更 那那个之后 也会办一些讲座 是给一些 就是给大家 如果想要多了解 新的计划 我会几乎每一天 都会有讲座 所以到时候再麻烦你们注意 那在这九月十四号 我会有一个教育讲座 是比较针对 还没有满六十五岁的人 就是说 我要让他们信心十足 迈向六五 所以我办了一个 这样的讲座 就是说 让你们还 就是你们还没有接触到 Medicare 但是你可能有听了 有听了朋友说了 你也稍微了解了 你可以到我这个讲座来 我可以让你们 更了解整个联邦医保的 一个系统 然后你们要怎么样去申请 然后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申请 再来或许有一些人 就是说是那个新移民 可能他还没有点数 他也想知道 我在这一天 我的主题标在 那个了解联邦医疗 就是了解联邦医保 跟这个社会安全福利 两个标题都是我的主题 希望你们来参加 9月14 要不要事先跟你登记一下 是的 麻烦你们跟我登记一下 9月14的早上10点到12点的时间 在我的办公室 我的办公室是在 6100 Corporeal Drive 那个Suite Number是289 我是在这个地址举办的 前十位如果说 跟我提前报名的 我要跟你们讲一下 就是说 因为我也是 那个社会福利金的 这个分析师 如果你们有提前报名 你们又有想在这个社安金上面 有多一点了解的话 到时候我可以给你们 那个一对一的一个资讯 就是可以跟你们分析一下 这些东西 同时你们要是能够从你的社安金里面 的这个网站去拿出 你们工作的这个记录的话 我也可以送给你们一份 就是社会分析的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可以让你们多了解 就是说 我什么时候来申请 我跟我太太的年龄 是我70岁申请 然后她那个65岁 还是说我65岁 她62岁 我还有在工作 我又是这个支部组 我可以报多一点 也可以报少一点 我要怎么报呢 会比较好 是我太太不要报呢 还是我报 因为我是支部组 我可以那个自己做组 那这些问题的话 就是到时候都可以跟我询问 这样子 OK 好的 好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呢 再一次的谢谢飞飞 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分析 别忘了9月14号的这个座谈会 请事先和飞飞联系 281-777-7738 好飞飞 再一次的谢谢参加今天的节目了 多谢 谢谢 下次再聊 谢谢 好的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